好了,我們來到第24題 第24題應該是Polar Coordinates的問題 首先有一個項目是Translate Leatherer 就是由左面四個Unit去到P 由P去到Q If the coordinate Q is image of Q with respect to YSS 就是Reflection image of Q with respect to YSS 它叫你最終找P座標 我們先看看整個過程 首先,我們先用P座標作P 因為其實很任意,P座標我隨便點一點 實際上,你待會離開的位置就可以了 當然,因為我完成後再回到頭 我會知道這點是這個位置 所以我記錄在這裡 基本上你記錄在其他位置就可以了 待會離開的位置就可以了 首先是Translate Leatherer 四個Unit去到Q Q在哪裏呢? 就是Leatherer會在這裏 就是這樣走過去 OK 好 然後呢 Translate 了過去之後 就再 Reflection with respect to YSS 就是轉去這裏 轉去這裏 因為我最後知道五負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一開始就讀在這個位置 純粹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在這個位置 基本上我的經驗就不需要離開 這些東西都可以最尾算到XY 即是在一般情況 好了 我們把這個referred 包括YSS 應該是這個負了 就是X-4 就變成負X加4 所以R那點座標 就是R 那就負X加4 和Y 然後Y就是負1 負X加4是5 那X就負1 負X加4等於5 X就是負1 就是PXY 就是這個座標 這個座標的Polar Coordination 我們要把它改變 首先我們先把Polar Coordination 首先我們要找一個Angle 和Votation 然後再找一個Length Length就是1 2次加1 2次開方 即是R開方2 FETA多少度呢 我們知道這個是45度 就是Tg45度 1 over 1 所以這個是225 所以我們直接去 當然我用了這條公式 所以我們最後的Polar Coordination 就是開方2和225 所以答案是D 這裡就完成了一條 我們看看下一條 了